今天续谈上次的主题 讲YouTuber, 他们各自的爱情的道路 有些网友回得挺有精净 其实今天是为了一句留言, 开一集 因为那句留言, 看得出有点馅 也可以拿出来说一下 上集不知说什么, 自己点击 就是说YouTuber 我评论了五个, 龙芯, 大J, 鸣仔, Anson, Anson 还有大J, 是吧? 就是这几个 有网友深水清算 就是五分一人口是真正α, 正好20% 已经很多了, 不再多的话就世界大乱 你说得对 这个就是82定律, 5比1 是吧? 即是4比1 即是4个β, 1个α 这个82定律 虽然我没有深入去研究82 什么是82 即是经济学上的82 但很有趣的 任何地方都真的很容易应验 好像昨天真是即兴 即是即兴, 就说了5个 刚好4个就是β 只得阿龙芯是α 刚好线 好了, 接着 还有没有其他例子呢? 譬如, 我很喜欢打机 打LOL LOL LOL也是 它有5条战线 Mid, Support, Toplane Bottom Bottom 即是有ADC Jungle 有5条路线 其实你出来 你可能打赢一场游戏 5打5 最后也是有一个叫Carry 你不知道哪个Carry 总之5个人 有一个一定是打得最好的 Carry了整场游戏 那就是α 但你不知道是谁 但也很想说一个团队 即是什么 但我觉得这个留言 是真正的 这个世界 真的有一个α 拼着4个β 这样就足够了 即是我们在两性的世界 通常都是 就是一个α 一个β 要么女人做了α 要么你便做了α 很少就说 我两个都α 有的 两个α 会出现什么 通常常吵架 常常吵架 好像那些欢喜冤家 有人享受的 即是有些人很享受 我跟他吵架 很正 不奇怪 是吧 但有些人不喜欢 譬如我便不喜欢 是吧 要么我作识 要么你作识 是吧 我又不喜欢他作识 那一定是我作识 我便会找一个β的女生 即是一个小鸟依人 回来 现在香港的文化 通常是全部女生都变成α 很多小男人的诞生 好了,今天有几个主题 还有一句留言 也很精静 我读给大家听 有位网友就这样说 他说 我不认同你对明仔的看法 明仔最聪明的地方 就是他懂得扮β 要知道 影片是给香港观众 我说世界主流好男人 价值观看的 此外这条影片 like和view 就知道 起码个个都知道 Debbie是加得好的 可以让女方 长辈放心 做男人 不是只得α和β 还有责任 小孩子 先因为一件事 先分人做α和β 分好人 坏人 如果你 如果一个人 做每一件事 都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α 而行α4 的话 只是一个傻子 一个真正的男人 是要能屈能伸的 正如当初 月王勾钱 不欲负重 又何来复国呢 难道你又会因为他 扮小丑 而认为他是悲谈吗 是的 这个网友 我觉得这句comment 我给了个like 是不错的 他写得不错 他那些说法 也不会说 有些位置 当然我不认同他 但很值得拿出来讨论 好了 一句看 是的 那阿兴仔他 我要这样界别 我只能说 他和Debbie的关系 他是走β路线 但你留心 他在YouTube界上 绝非是β 他是α 你看清楚 他除了在说两性 他说两性就很差 即是他 他不把女儿拿出来 我都觉得他是α 尤其他 如果他和女儿相处 那时候 那些short 我真是受不了 你真是很β 我心中只是震他一句 你被女儿欺负死 但他平时吃喝玩乐 去玩 他拍那种感觉 他就算去评论一件事 我觉得他都没问题 他简单来说 他做事方便 他是α 但爱情便是 这些真是很直接的 是的 因为他之前 其实他很多影片 都没有说Debbie 留心 所以他可以很α 都可以 唯独是 那条影片 就显得出他有些β 我不是乱说的 就是 就是 喂 是不是够说的 你说他β 他又不像β 不是的 你如果一个人 很简单 你打个车轮 你都会懂 你就会明白 你见到他 车轮好像不太懂得打 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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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条女儿又不够行 他有一集 说他求婚那集 大家可以看看 很多view 比在我 比在我 我就这样布局 我觉得他铺牌 第一次约会的地点 去求婚 可以的 那我会这样走 在那里又扮偶遇 接着 找个Caman拍着我 一手抱着他 接着打个车轮 爽嘴 这样 那就够浪漫 是吧 至于求婚 这个行为 其实本身 是带有β的意识 很多大男人都不会求婚 甚至是够婚的 结婚就结婚 簽章子就结婚 不用求求 求就要下跪之意 求求就是要跪你 你才祭 譬如 有没有艺人是α 有的 例如张志琳 和袁静静 这段关系就是了 张志琳 有一次我看见一篇文章 说他拍戏 那段戏就是类似求婚的 要他跪的 接着张志琳 说了一句 我觉得是真的α 他说 藍而塞下有黄金 我不能跪的 拍戏我也不跪的 我就觉得当时 他真的够霸气 他不会为了这套戏 来跪的 你老尾 钱我有 名气我有 我为什么要跪 那是尊严 最贵的 黑女儿 不是我的女儿 就算自己的女儿 也不贵 这个就是α 相反 明仔 我不评论他的做法 贵的女儿 求婚 这个是 这个时代的一个习族 外国的一个文化 引入 要贵的女儿 才可以求婚 以前中国人 传统就不会这样 对不对 万分额格 扔够钱 你就要 做我女儿 做我奴婢 现在不同 这个文化 是这个文化 产生出来的一个 就是 比较有趣的现象 我不评论他 好与不好 是的 自己的网友说 喂 你证明Debbie嫁得好 是不是 他这么多like 这么多reels 是的 因为香港是女权社会 你讨好女性 好过讨好男性 你讨好男性 你讨好男性 就像我这样 有鬼人看的吗 我这个台 就是 就是 围耐得那一千人 在围围围 而已 是吧 就是 你说大男人 又是瘋了 是不是 被女人打到你云 吵到你傻 就是 自从林郑月娥上了位 更加显得出女权的地位 所以在香港 赚女人钱 是容易赚过男人钱的 接着 有一句说 做男人 不是只得α 而是β 不是 我意思是 他说 喂 做男人不只α 是β 这样说 喂 是一个比例 有些人真的倾向β 有些人真的倾向α 可能是64 可能是73 我不知道 有些是终极的 九成α 接着一成β 即是他偶然会让人 但真的很少 我会这样看 即是 如果我说到很实在 那又有人吵我 但如果你说生物研究 就是有个比例制 但我贵是说得那么深 那么深 大家又听不明白我说什么 对不对 总之我说αβ 那你自己想起来 人生的确是 你没有说很纯正的α 很纯正的α 有时他都会 可能 我请你喝东西 都会让你一步 是吧 可能 弱智的β 有时都会站起来 可能你踩到它的底线 是吧 就是 可能最近很流行说 那些IT9 是吧 你踩到它的尾 他都会反击的 是吧 那些IT9 是吧 就是这样 香港人也是 你踩到我的尾 我都拿把傘出去 抗议的 是吧 都会的 是吧 最冷垃圾的 香港人 是吧 就是那个β性格 最冷垃圾的 香港是吧 那个游行文化 是和平游行的 接着 没有 最冷垃圾的 坦白说 外国就不是这么游行的 已经是 外国那些很夸张的 那些行为 这都不说 就是你已经见到 哇 两个级数了 那个民族的α和β 是吧 是吧 跟着他说 喂 还有责任 他说 喂 小孩子才会一件 因为一件事 分人做α和β 分好人 坏人同利 这样说 如果你懂得分 你件事是很容易 看得通 看得透的 有些人 就是没有那个 对异意识的 他不知道自己 占上风 还是下风 譬如你捉一盘棋 你没有得 你不想这件事 人家顶端那个 一个象棋 象棋 或者围棋 的歧视 他一定会分的 就是α和β 他一定会分的 就是 我正在说 那个趋势 占上风 还是下风 你一个 你玩个棋局 也是的 喂 我被人吃了十只居 我没有全部的居马 那我是不是变成了β 我整个局里面 是吧 那我要想怎么赢 那你已经在分的 你已经是 就是 人世间 你有对异的那一刻 你有博异的那一刻 你就会分的 就是 不是小孩子 不是小孩子的行为 是每一个人 反而是成年人 你越趋近成年人 越趋近成熟的男人 你更加越懂 因为你要知道 那个局势 你不是盲中中走进去的 我不知道 总之随遇如安 佛系 是吧 你要看清楚哪个大 你等于你进一间公司工作 你新入职 你当然要看哪个是 喂 老头 哪个是 β 你要分的 大哥 不是小孩子的行为 一个成年人 应有的行为 有些盲中中的新人走进去 你老尾 明明那个是经理老闆 走去玩够老闆的头发 不就变成武大武势 过两天就被人解僱了 你说哪个小孩子的行为 一个成年人 他懂得分 哪个是头 哪个小孩子 哪个是β 一个小孩子 他不懂得分 亂玩的 那就搞死自己 所以 我倒回来 我真的有责任 告诉大家 懂得分是一件好事 很多女人都懂得分 他就是拿钱来分 很多女人都是拿钱来分 你有多少钱 是否住私房 有没有私家车 有没有养狗 全部检查你 那就决定你是 是不是一个优质的材料 他们都懂得分 是不是 他们都能问到你是α 还是β 何况我们男人 为什么不可以有这个意识 是不是 就是 你只能够说 就是没有 是的 人是否一定分好人和坏人 其实是可以分到的 如果你真的小分 可以分到的 但是 很有趣的 人是没有绝对的 就是他是走的 游走的 比例 有时可能他这十年 他是好人来的 经常做很多善事 可能 比例是比较高的 他偶爾可能 可能 可能 就是可能 就是会做坏人 可能会做一些 就是 不好的事情 不出奇 就是 人是没有绝对的 就像李嘉诚也一样 你说他好人 还是坏人 你都很难分 是吧 但是你在某一件事上 你是能分到的 比如 他建设一些 这么小的单位 你觉得他好人 还是坏人 当然是坏人 难道你还赞扬他吗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 整个人看 原来他做了很多善事 你又不够他 你又不可以说他 都坏了 是吧 就是这样看 就是 你宏观来说 你要评论一个人 好与坏就难 但是你 微观来说 就会分倒少少的 都会 好了 接着他下一句 喂 如果一个人 做每一件事 都是为了证明自己 alpha二限 alpha foal的话 只是一个傻子 就是 是的 如果你 为一些东西 突然之间 可能整件事 为拯强而拯强 他意思 我想他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为做这件事 而拯强 就是一个傻子 他应该 他 因为他下一句 就是说 喂 真正的男人是流屈能伸的 懂得走位的 alpha和beta之间走位 走位 其实上一集 如果你听清楚 我也有说的 我说男女关系 是会走位的 好像打球 攻与守 就是流屈能伸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说了 就是 这些东西 只不过是 那个词会不同 是吧 一够让 就是 在某些位 应该要alpha 就是alpha 就是 某些位 你可以让的 就是 可以放一放的 但是 想告诉你 有一种 爱情 好像龙芯那一种 它是全程alpha 你不用指望 它走位 是会变成beta 它没有试过 在条女的面前 是没有试过的 你留意一下 这种 也是一种爱情观 好了 为什么要说 龙芯那种 那么特别的爱情 那个终极alpha 就是 它回应 他最后那句 月王勾钱 忍辱负重 那又何来复国呢 如果他不忍辱负重 那大家知不知道 月王勾钱的故事是什么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约莫是这样的 当年 他又成为一个 类似 被俘虎的一个人 做人的狗 被人囚禁了 他又要讨好当时的皇帝 他又吃皇帝的那笋屎 可以讨好那个皇帝 这个就是一个典故 那个忍辱负重就是这样 但吃完那笋屎之后 这个皇帝又信了这个月王 后来月王当然是推翻他 是不是 得到信任之后 可能有其后的部署 因为之后那些 我就不太清楚 但约莫的主族的故事 就是这样 即食屎的关 即那个 那点就是这个故事的重点 那 喂 难道你又说他是 就是做小丑 扮beta 就是 又说他是beta 他做小丑 beta 坦白说是的 月王真的做了beta 真的做了小丑 但是他计算过数 你留心他计算过数 我今次做beta 有着数 他是这样想 接着就推翻他 你明不明白 所以他是假扮出来的 那个beta 他是真正的 他内心其实是alpha 他忍着 但是你留心 月王那个是很极端的例子 就是他 你平常日你不需要食屎 是不是 如果个个都好像他食屎 真是惨 形成好像香港人那些 十六十四巴 十三巴 那样 其实不好的 这个文化 所以其实月王 最好选择的方案 是不用食屎 又可以复国的 是不是 你想想 如果有这个平衡宇宙出来 我觉得我当然是选择 那个不用食屎 那个 但是他选择了食屎 那个平衡宇宙 所以才有这个忍欲负重的故事 就是我有时候想 他不用食屎 都可以复国 是吧 没有分别的 那有哪些人是不用食屎 都可以很劲的 曹操 是吧 就是曹操就是那些人 喂 我宁愿是欺慌全世界的人 我都不可以被一个人欺欺我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终极霸气 他从来都不会卑躬屈室 就是曹操这种人 倒回来 有极端性格 就是刘比 刘比就是BetaFull 然后孙权就是什么呢 不用说了 是二世祖 反而他哥 小霸王那些 也是AlphaFull 即是他 他那些祖先 什么孙坚 就是孙策 那些是走霸气路线的 就是他围络他的财产 就给了二世祖 孙权的意思 所以孙权就是没有什么故事 就是没有什么粉丝 就是这样的意思 反而孙策 那些就是很多粉丝 很有趣的 就是你就算 就是现在那个 就是再去评论三国这件事 很多人都是支持曹操的 很有趣的 你就会知道 原来其实Alpha 其实一向都有人喜欢的 就是 但是Beta的路线 也都有人支持的 刘比亦有很多下属 有朱国梁 有很多人跟随他 所以这个世界上 无论Alpha也好 Beta也好 其实都有人跟随 那你说Alpha 可不可以复国 那不奇怪的 很多皇帝 都可以走AlphaFall 复国的 是不是 好像不知道 有个什么李世文 他杀了自己的老爸 是不是 几个霸气 哇 在侍父 是不是 就是以下范上 大把这些故事 是不是 抢上宝位 大把 是不是 难道你又不拿出来说一下 是不是 你只是拿那些Beta 那些故事说一下 是不是 你又不看那些Beta 有多惨 譬如 劉比 也很惨 是不是 但是 很有趣 Alpha 就是Alpha的曹操 也是很惨 三角的棋局 也是很特别 最后 是谁贏 就是司马懿 司马懿 就是好像月王欧钱 那样 就是月王欧钱 他是忍忍住 其实他内心是Alpha 司马懿就是这样 他忍 在曹操 旗下 就忍住了二十多三十年 然后 等他的儿子死了 然后 就出来扮Alpha 然后 统一了三角 最后 就是司马超 司马懿 不做皇帝 最后 就是 所以 一个精明的博弈家 其实他是懂得走位 就是 与Alpha和Beta之间 他会懂得走位 但是 他会知道 自己终极的位置 应该是就Alpha 不是 他不会 司马懿 他不会 就是做皇帝 是吧 就是他的家族 会做皇帝 如果他做Beta 就吵你老尾 推曹操出去 曹操的家族 就已经统一了三角了 不用搞那么多事吗 就是他不会忘记自己 那个终极 那个 就是终极的 那个身份 他自己是假扮的 去 拿当时的利益 这个意思 但是 明仔那些不是 他那些是 你老尾好像写了合同 那样的 我终身做Beta 那样 有点像的 感觉是这样 正如 那些网友说 其实没有说的 那女儿是幸福的 那你站在女儿的角度 那他就有利益 但是你说他 是不是 就是我自己 真的看他的行为 举止 他两性真是差的 他真是 我坦白说 他不知道自己 要什么女的 我自己觉得 但是 不过他 因为那种缘分到了 喂 和他都相处了很多年 那简简单单 就算了 那就结婚了 OK的 我自己觉得OK的 就是有些人不需要搞得这么复杂 他不需要进入一个很复杂的 爱情故事 戀爱故事 但他可以的 明仔绝对可以的 因为很有趣的 很多人 往后 可能是十年后 Touching Wood说过 如果他幸福 当然很开心 如果突然之 明仔说 离婚了 十年后 其实我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其实他未清楚自己要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是走alpha 还是beta路线 他只不过跟了那个潮流 现在流行beta 我拍片又有view 那我就走beta 下季结婚 当他知道原来 冠醒了他心中的beta alpha意识 他就会知道 人生后来 可以走龙芯的路线 那条路线 那条女孩下季 含那条子 都可以 是吧 就是这样 好了 今天就讲完了 重点就是 比较龙芯和明仔的两段情 即逐谈这个话题 都挺有趣的 网友挺有见地 那好吧 今天说到这麽多 如果你爱情很多 问题阻力的 可以便给我吧 想玩些游戏 都可以的 多谢收听